看过了夜问外甥卢文景对于中华传统武德精神的坚持 那么现在年轻人在学习中华武术又有什么样的体悟 接下来介绍的是卢文景的学生们 学习咏春拳的过程与心得 周末上午一群咏春拳的爱好者聚集在一起练习武术 他们都是卢文景的学生 尽管天气非常炎热 每个人都汗如雨下 不过在大家的脸上只看到专注的神情 因为看了夜问就针子弹打得很漂亮 我就很好奇 然后就想来学 开始会觉得很炫 可是到后来越写越久 其实就觉得这个部分还好 可是会变得是一个心里的一个依赖的感觉 然后会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会启发你的想法 跟你甚至日常生活当中一些做法都会不一样 卢文景说教永春拳要有很多点子 也常利用中国历史中的典故引导学生 因此学生们都说 他们不只是记招式练动作而已 还要多加思考 不是说我练动作一万次就一定是对的 我摆出这个动作一定是 一定是 就譬如说我是防御 然后就摆这个动作 然后就万无一失 没有这回事 因为他是活的 我也是活的 像卢文景拜师学艺的弟子 还有不少是从国外来的 有些人一学就学了十年 学习功夫除了强健体魄 对于个人品德修养的提升 也有很大的帮助 你应该会越来越谦虚 因为觉得这个 这个不只是文化 是你知道这个世界不是 不是只有这么大 你新鲜的修为 就我能够避免冲突 我能够化解冲突 而不制造冲突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 就是一个武德 学习永春拳 不只强身健体 修身养性 也从这群年轻人身上 看到中华文化精神的传承 新唐人亚特电视 在一号刘兹营 台湾台北报道